四枚中巨弹明显不够用 再加两枚就差不多了 最近美国战区网站近日发布了一篇文章 体积洛克希德公司准备给F35动手术 据说要加装新式挂架 备受争议的F35终于要升级内置弹舱了 如果升级顺利的话 F35内置弹舱携带量将直接提升1 2分之1 与此同时 F35发动机升级案也敲定了 让火力军感到意外的是 这次美国并没有直接选择变循环发动机 这让通用电子公司非常受伤 痛失获得军方订单的机会 实际上 自从F35服役之后 内置弹舱一直受到美军诟病 因为内部空间非常有限 只能携带四枚中巨弹或者体型相似弹药 虽说平时也能见到F35的另一种形态 以野兽模式外挂大量武器弹药 但这毕竟是一款武器都拥有精心设计的外形 那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雷达波反射 从而达到隐身效果 采用野兽模式的F35 完全就是放弃了隐身这个优势 因为对于5代隐身战机来说 机身外观哪怕只进行最小变化 都可能让战机更容易被敌方雷达系统探测到 外挂武器不但会极大增加战机雷达反射界面积 还会明显增加飞行阻力 这对于本就航程有限的F35来说 完全就是丢西挂减枝码 过重的外挂复核 也容易在飞行过程中发生颤震或抖震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美国空军不能再将导弹 炸弹或者附油箱在隐身战机的机翼上进行暴露式挂载 而是将这些武器隐藏在内置弹舱内 但这样的挂载方式限制了战机在与潜在对手进行战斗时 可携带的武器数量 美国空军曾表示 F35几乎可以挂载所有美军现役空射武器 包括AIM-120中矩弹 AIM-9X近矩弹等空空导弹 也有GBO-12GBO-31以及GBO-38等制导炸弹 还可以携带AGM-154联合防区外武器等新武器 但F35只有两个位于基附的内置弹舱 并没有设计侧弹舱 从图片也可以看出 F35的内部弹舱设计比较复杂 布满了各种零部件和管线 F35的每个弹舱可以携带两枚空空导弹 或者一枚空空导弹加一枚空地导弹 总计只能挂载四枚导弹 受限于内置弹舱空间和最大起飞重量限制 F35不能挂载重型导弹 所以在F14退役之后 AIM-54远程空空导弹随之退役 所以与美军现役其他战机一样 F35也没有可以挂载的远程空空导弹 目前F35能够挂载的空空导弹中 AIM-120射程最远 可以达到120公里 自1991年复役之后 AIM-120已经推出了多个版本 目前最新型号为AIM-120D 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 在保持隐身的情况下 F35可以携带四枚AIM-120空空导弹 可以预见的是 美军现役F15、F16以及F18等战术飞机 未来都将被F35家族所取代 在美军的作战规划中 实施防空压制是F35A的重要任务 F35C也是航母打击群战斗效能的主要来源 但作为一款五代隐身战机 F35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具备良好的隐身性能 一下挂点虽然解决了肌肤弹舱容器不足的问题 但却严重破坏了隐身性能 在制空中如果能够携带更多空空导弹 那么火力持续性提高后 作战性能同样上升 如果仍用非隐身的A-18G咆哮者 与之配合作战 可能会拉低整体打击效能 所以在F35执行任务之前 美军需要权衡隐身性与载弹量之间的问题 如果能在保持隐身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增加导弹携带数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洛克希德公司希望能够为F35研发一款新型导弹挂架 一旦研制成功的话 F35内置弹舱的载弹数量将增加1 2 但这对战机内部空间的要求很高 时至今日 美国并未对外公布F35个型号内置弹舱的几何参数 外界也只能通过公开的弹舱挂弹照片 来对其进行估算 有照片显示 F35A内置弹舱可以挂在3.77米的GDAM联合攻击弹药 但这款弹药已经基本达到F35A能够内挂的极限 很难容纳3.8米以上的弹药 F35C的尺寸应该与F35A大体一致 想要有效增加F35的作战能力 对于美军来说 F35A和F35C必须能够内置美军新一代反辐射导弹 AARGM-1R 但AARGM-1R的弹长在4米左右 超过了F35的弹舱尺寸 于是美军要求洛克希德为F35内置弹舱进行扩容 可能许多人觉得 内置弹舱不过是在机体内部抠出一块空间即可 但实际上内置弹舱自身设计相当复杂 对于一款已经定型量产的战斗机来说 想要继续榨取机内空间并非一事 洛克希德公司给出的意见 是修改AC型机内的FS425格框结构 这个结构位于内置弹舱的后部 但想要扩容 势必要缩减后方的机内油箱容器 从燃油容量来看 F35A可以携带8300公斤 F35C也能携带9072公斤 似乎拥有一定的减肥空间 但各位也都知道 由于F35想要试用多菌种 所以采用了种种妥协设计 导致机体粗短 生足比也不够理想 如果再缩减体内油箱容器 势必导致个型号作战半径大大减少 当然F35机内油箱容器的减少 理论上可以通过 意下第三第九挂点 加挂外部油箱来弥补航程 在进入战区之前 F35可以抛弃这两个 外部油箱来恢复隐身性 值得注意的是 虽说外部油箱 甚至挂架都可以抛弃 但对应挂架上端 线位器的两个线位凹口 电缆 燃料管接口 以及螺栓连接的成立硬挂点 却没办法 随着外部油箱的抛弃 而自动消失 光滑的机翼下 表面上存在着这些瑕疵 依旧会破坏F35的 整体隐身性能 此外 F35内置了许多大量 大功率电子设备 发热量巨大 对机载冷却系统的 要求非常高 因为F35是将机内燃油 作为机载冷却系统的 热交换介质 以油箱中抽出的 较冷燃油 通过换较热器 带走电子系统 产生的热量 最后再通过 预热过的燃油 蹦入发动机燃烧做工 这种做法看似 一举两得 但也导致F35发生多次 停在缺乏空调设备的 炎热外场 机内燃油温度 超过一定数值 战机电子系统 无法正常运转的事故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削减机内燃油容量 势必导致这个问题 更加突出 所以这个选项 还是PASS比较好 洛克希德早就明白 F35内置弹舱挂载量 是个问题 想将其改成 可挂载六枚导弹的想法 已经存在十多年了 只是先前F35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调试 使得洛克希德并没有时间来讨论增加挂载能力的方法 而关于Seat Cake助手的概念 同样公开了好几年了 只是确切详情和进度并未公开 如今终于获得证实 洛克希德为F35量身打造的Seat Cake挂架 能够将第三枚AIM-120空空导弹 分别塞进F35的两个内置弹舱中 配备Seat Cake挂架的F35能够携带六枚AIM-120 根据洛克希德公布的消息 目前Seat Cake挂架尚未加装到生产型飞机中 不过洛克希德正在敲定一个名为Brock-4的F35现代化更新方案 届时将可以把Seat Cake纳入到升级计划中 毕竟能增加50%的载弹药对战力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 接下来的工作就射控软件的安排 武器分离测试 飞机测试以及试航性测试等 新型武器挂架只会增加额外一点重量 由于是内部挂架并不会产生额外的空气阻力 整个挂架完全是由洛克希德自筹资金研发 并且洛克希德还在进行F35上集成高超声速武器的工作 不过Seat Cake挂件只是改善弹仓内部空间 而不是扩大弹仓 所以只适用于AIM-120这种比较细长的空空导弹 能够增加两枚挂载量 但相对较粗的导弹或炸弹依旧无法多装 所以洛克希德公司建议 当F35进行渗透作战时 可先采用单纯内置挂载炸弹的隐身模式潜入敌区 通过炸弹攻击敌方要害 在确定空中优势之后 F35再转换成野兽模式 一下挂载更多更重的炸弹来扩大伤害 另外Seat Cake挂架还有一个局限性 那就是只能为A和C型进行安装 因为海军陆战队装备F35B 为了垂直短距起降 机内需要容纳生力风扇 这也导致内置弹仓比其他两种型号更小 如果洛克希德公司能够顺利完成改装的话 F35将能在内置弹仓中挂载6枚中矩弹的另外 关于F35发动机升级 同样确定了准备换装的发动机型号 让人没想到的是 美国居然没有选择换装变循环发动机 自从2015年正式服役之后 美国就为F35规划了各种后续升级方案 目前F35ABC三种型号 都采用了普惠公司开发的F135涡轮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达到4万3千磅 是目前全球推力最大的航空发动机 但空军表示 近些年F35在频繁部署出勤的情况下 F135发动机的妥善率并不利率 许多零件难用度不够 尤其是涡扇叶片的抗热涂层损耗过快 仅仅在去年就有46架F35 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出勤 如果不尽快完善 预计到2030年将有43%的F35无法出勤 为此 美国空军计划最晚在2027年之前 开始为F35换装新型发动机 从而解决妥善率问题 这个项目将有普惠与通用电子竞标 作为现役F135发动机的开发商 普惠首先推出了F135改良款 选称新版本将解决目前妥善率问题 可以减少6%油耗 增加6%到10%的最大推力 且三种构型都可以换装 而当年输给普惠的通用电子 则直接将XA100变循环发动机推上台面 这是为美军下一代战机所研发的发动机 这也迫使普惠也将XA101作为第二选项 美军曾评估 如果F35换装变循环发动机 最大航程可以增加30%到40% 这对于未来作战有极大提升 不过F35B在驾驶舱后方 配备了一具垂直起降的生力系统风扇 而变循环发动机在开发时 并未考虑垂直起降需求 所以F35B安装会有问题 关于这一点通用电子表示将尽快推出 XA100安装在F35B上的方案 许多人都认为美军会为F35换装变循环发动机 当初火力军也是这样想的 毕竟能为F35提升航程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近期五角大楼宣布将选用F35改良型 作为F35发动机升级方案 因为考虑到变循环发动机虽然先进 能够大幅增加F35航程 但成本过于高昂 可能会迫使空军减少升级机队数量 采用全新开发的XA100发动机 至少需要提供60亿美元的制造费用 但空军无法为这个项目提供高额资金 空军需要的是一个价格合理 支持所有改装升级的发动机系统 并不是让几家公司进行发动机竞赛的 所以空军才选择升级原有发动机提升飞机动力 此次升级将提高发动机的供电和冷却能力 这是Block 4版本升级的一部分 这对于普惠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对于通用电器公司XA100原型发动机是个打击 通用电器表示 这一预算申请并不长远 只有XA100才能为F35带来革命性升级 国会已经在该项目上花费了40多亿美元 项目接近完成 在这时终止发动机研发是一种浪费 目前有近50名国会两党议员写信 来支持XA100发动机的研发项目 并且竞争有助于降低成本 如果不提供与自适应发动机相同的性能改进 对当前F135发动机进行增量升级 仍将花费数十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军方的预算需求 而国会议员将拥有最终决定权 不过五角大楼也表示 普惠与通用电器在变循环发动机项目中获得的经验 可以为下一代自适应推进项目奠定基础 有望为下一代战斗机动力系统提供服务 这是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将在2024年投入2.45亿美元给普惠公司 开始进行F35发动机升级案 预计将在2028年之前 将发动机核心升级用于F35的生产和服役 并在次年交付7个中队 升级计划将耗资24亿美元 而AETP计划的更换费用为67亿美元 并且要到2030年才能服役 这也是美国根据未来局势所做出的考量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